Hello 大家好 我是Charles 拍這段片的目的其實最主要就是給大家一個方向 一個指標 讓大家知道自己玩國戰有沒有進步 但事先聲明如果你玩國戰是純粹為了放鬆一下 即是上班、上學壓力太大純粹想輕鬆一下 不在乎勝率其實已經可以上一頁 但我自己個人認為玩國戰最爽的是贏 在不同勢力如何突圍而出都是一門的學問 所以我拍這段片希望大家知道自己的水平有沒有提升 在講這些指標之前 其實我們一定要知道現在國戰一般玩家的平均成率是多少 那怎樣可以知道這件事呢? 如果我就這樣說個數出來譬如說32%,33% 那你都不相信吧 所以有一個最快捷又頗準確的方法就是即場做一個實驗 在畫面的左手邊你會見到三角色的OL 畫面右手邊就是一個Excel表 現在我要做的事就是隨機找四組人 每一組八個人即是四間房 總共有32個玩家 看看他們的平均成率是多少 那事不宜遲我們來吧 都很隨機的,隨便找四間房 八個人在這裡 那就打了 36、36和30.9 第一組人就是34.7 好,那我們繼續運 真的很隨機 這個吧 好,那第二組就低一點,33.2 那我們繼續第三組 好,第三組 34.6 那這裏 我們可以打造 我們先打造 那麼多位後面 這個吧 這個吧 34.6,所以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我們先拉闊一點 一般玩家平均勝率是34.3,這個數字代表什麼呢? 其實就是代表如果你本身玩開國戰的勝率有34.3 其實代表你已經超越了一半人的水平,這個有沒有問題? 超越了一半人的水平,所以我們可以根據這個34.3的勝率 來製定以下的指標,我們看看下面的這裏 這裏其實你會看到幾個不同的類別,但事先聲明一件事 以下這個部分其實是不適合三國殺的新手 說什麼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國戰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模式 如果你本身對三國殺沒有一個基本的了解的話 其實你是不可以玩國戰的 因為你根本是完全不知道在做什麼 所以你如果真的說三國殺新手的話 我建議你先玩多一點身份局 身份局或者2V2也好,1V1也好 你要對一個卡牌有一個基本的了解 譬如說藍玩入侵是什麼呢? 萬戰齊發又是什麼呢? 基本牌,錦囊牌,裝備牌是什麼呢? 你要對卡牌有基本的了解,你才可以玩國戰的 還有就是對武將的技能,或者這麼多隻將 其實你玩得多你都會知道的,基本上 你都會自然記到的 所以這個部分只適合一些對三國殺有一些根基 有一些基本了解的玩家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裡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本身你現在的成率是低過35%的 我們要做一個叫初級的玩家 這裡我們要做什麼呢?就是我們要希望 希望在你現在開始計算 玩的500鋪裡面 你的勝率要達到35先 那你說怎麼可以突然升這麼多呢?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元素在裡面就是什麼? 就是你可以看我的影片 那我拍了這麼多的影片,直播這麼多 那你不多不少都會學到少少東西的 一定 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看多些那些影片 看多些直播,每一步想想我怎樣做 為什麼要這樣打 你的勝率是一定會提高的 所以我們如果你低過30% 我希望你看完我的影片之後 或者一邊看一邊玩,你跟著你可以自己計一計的 裡面你開始玩500局裡面 你的勝率應該是去到35 如果你真的到35 就證明你這個國戰水平是有提升到 這個行不行? 這個是第一個類別 第二個類別就是 如果你本身你的勝率是35% 至少於38% 可能是37.9% 我們就叫這些中級 也有些料到 但是還有一些進步空間 在這個情況裡面我們還是要玩500局 都是要玩500局 我期望你們的勝率應該會去到38% 去到38% 那麼記住 這兩樣東西是分開的 什麼叫分開呢 譬如說你本身現在真的勝率低於35% 低於35% 那你一開始玩 玩500局 看完我的影片 真的可以 去到35% 那跟著我又玩500局了 那就去到38% 但是你要記住 不可以 譬如說你計1000局 1000局去到38% 這樣是不準確的 應該是怎樣 應該是分開 譬如說你玩完 頭500局 那就算了 Cut off 跟著我們再重新計過500局 重新計過這500局 你的勝率會不會提升到38% 如果可以的話 換言之你的水平又進一步了 這就是頭兩個類別 那第三個最後一個類別 我會稱之為一個叫高手的類別 高級的 那你的勝率就是38% 直到小過40% 那我期望都是玩500局的 但是今次你要 勝率去到40% 40% 換言之應該是贏200局左右 200局左右 那所以這裏就是三個的數字 大家要去理解 或者要記一記住 就是35 38 和40 好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本身 其實我們假設他 一般的玩家都是 大概40% 40% 以下 大家可以看上面的統計 那有沒有人超過40% 其實是沒有的 即是我們隨便找 32個人都沒有一個是超過40%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一個 叫做比較大部分人 玩國戰的成率分佈 對了 那 你可能會問 為什麼要玩500局 玩這麼多 那我玩十多局 那35就行 那其實不行 那為什麼呢 那為什麼呢 要拉闊一點 對嗎 怎麼拉闊 玩多一點 玩多一點 的sample size 大一點 那這個 error 就小一點 準成度 就高一點 那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statistics 的那個 那個問題 那所以我們大概 大概 其實就是玩 五百局 左右 五百局 那希望大家 了解到這個 這樣的準則 那還有這個呢 才是一個 最客觀的指標 譬如說我們本身玩 喂 我們平時玩 我們不會怎麼計 那但是我們又想進步 怎樣去進步 就是要follow 這一套最客觀 最準確的一套指標 那希望這段片 就可以給大家一個方向 給大家一個清晰的目標 哦 怎樣玩國戰 才知道自己的水平 去到哪裏呢 我是不是跟人差很遠呢 是不是 那希望大家就多點了解一下 這個這樣的分佈 那有什麼不明白 就隨時在下面留言 那希望這個 簡簡單單的一個介紹 怎樣的你 怎樣的你 就要追求怎樣的承諾 那這段片就到這裏了 有什麼問題 隨時留言 那如果覺得大家 喜歡這個 channel的話 喜歡這個youtube channel的話 歡迎subscribe 也可以like我的facebook page 下面有條連結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好嗎 那這段片就到這裏了 我們下段片再見 請你ól Hence 的 規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